那这边的这幅画呢 哇 这幅画我们看上去就充满了财气 对不对 它是一个黄金大道 一个金黄色的黄金大道 但是为什么 我的梯间要放这幅画呢 其实这幅画 刚开始它摆的这个用意 不是为了要让 要来装饰的 而是为了什么 而是为了这一个梯道 来 好 那我们常常讲 就是因为这里是这个 陈姐女儿的房间 那这个女儿的房间 如果说她一开门 她直接就会看到这一个梯道 那我开门建梯道 通常代表的就是说 我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他容易会遇到一些 比方说交通事故啦 或者身体健康啦 甚至说我在事业会容易破财 那一般我们遇到这种 开门建梯道通常的一个方式 我们会把这个楼梯 我把它全部封死 不论用木板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种建材也好 把它封死 可是毕竟因为这里的宽度有限 如果说 我把这一块给封死的话 那其实整个空间上 它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狭隘 那这个时候老师就建议了 陈姐 我们在这边放三幅画 放了三幅画之后 其实我只要一开门 我眼睛直接 我的直线看到的 就是这三幅画 而且这三幅画 透过梯一听的灯光这样打下来之后 它就能够把我眼睛开门的第一个视线 从踢刀转移到这三幅画 在这里老师给大家倡导一个观念 我们常说开门建扇 开门建侧 开门建厨房 开门建踢刀 这个剑指的是我的第一眼 注意又是第一眼 那如果说我以这个踢刀而言 如果我开门先建到晃 第二眼我再看到这个踢刀 其实这个所谓开门建踢刀的影响 它就能够降到最低 特别是中南部的朋友 如果说家里面 你也是这种透天房子 透天格局的话 要记得在我的踢间 楼梯和楼梯世界最好是装上闭灯 因为你们会发现装上闭灯之后 其实整个楼梯的阴暗跟压迫感 它就能够降低 甚至我们可以把整个踢间的高度往上延伸 而且第二个 当我有了这个暖色光之后 我这个踢间的阳气 踢间的阳气就能够具足 一个最简单的比较的一个方式 你看当我没有开灯的时候 它是阴暗的 但是当我开灯之后 它是有生命 它是温暖的 好的 好的 来 我一进门 这边原本它是有一个楼梯往上 可是我开门间踢到 毕竟对于房子里面的主人 健康财运上面 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呢 建议在设计上面 做了一个木格杂 但是做了木格杂 我觉得还是不够 为什么 因为我透过木格杂 我没有办法把一个家的精神表现出来 一个家的精神 我们可以怎么表现 我们可以透过装潢 可以放风水雾 我们也可以挂字画 所以老师建议陈杰挂了一幅 他非常喜欢的心经 而且这个心经的上方 务必一定要用投射灯 去打亮它 好 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一再的推崇灯光的使用 因为灯光能够让我们眼睛的视线 包括我们人的心能够聚焦 我们请Ricky哥推到门的那个位置 好 我们来看 如果说当这幅心经我没有 这幅心经我没有用灯光去照它的时候 其实我进来 我眼睛不会看着它 因为我没有办法聚焦 我眼睛会看哪里 我眼睛会往这边来看 可是当如果说我把这个灯打开之后 我很自然而然 我眼睛的视线会集中在灯光最亮的地方 也就是这幅心经 注意 心经不论它大或者是小 不论它的方式是圆或者是方 它都有能量 一个属于静的能量 当我灯光达到这幅心经的时候 我一个静的能量就可以体现出来 那我家里面的人 我从外面工作回来之后 不论我在今天工作的心情是好 或者是不好 其实一家 我一进家门 我就能够感受到静的感觉 哇